繼續今天的10點不一樣精選 先來關注的是 強烈颱風蘇拉警報已經解除 但是在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海魁颱風接力的接近台灣機率大增 而颱風一個接著一個來 是不是象徵台灣現在周邊 正處於颱風的活躍期呢 專家指出近期的低壓勞動現象 的確是頻繁發生 不過也不是每一個颱風 都會發展成為颱風 而且也不一定都會來 槍台蘇拉才剛走遠 全台卻依然和晴朗的週末無緣 因為海魁颱風路徑改變中 往南偏一路向西朝著北台近壁 昨天的預報 它大概是從那坝跟宮古島之間 這邊上來到中國長江口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注意到 北邊的高壓有增強 增強讓這個海魁颱風 相對就比較貼近 我們北部的海域 所以今天白天一直到 明天中午前 這段時間 北邊這個高壓的勢力的強弱很重要 它如果偏強犧牲一點 海魁颱風就會比較接近我們 就會發布海景的機會就提高 暴風圈會不會接觸陸地 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部以北 顯然避不開外圍環流 一週之內 颱風接力和台灣擦肩 反映了周邊的海面 熱帶擾洞正在活躍 目前在比較偏北邊的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 太平洋高壓會讓整個環流 是吹著比較偏東風 南邊又有西南季風 所以這兩股風會和交會 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 我們所謂的季風的低壓帶 在這個很大的低壓帶裡面 天氣其實是相當不穩定的 就很容易在裡面有一些 低壓擾洞發展起來 甚至是颱風 行進的路徑過程中 海溫夠不夠高 有沒有辦法支撐 它繼續的發展 另外颱風其實它是一個立體的結構 所以如果我們講說垂直風切 就是地面到高層的這個風 差異太大的話 有機會就會讓它被吹歪了 就沒有辦法繼續順利的發展 大概是9月3號4號之後 在台灣的東方這邊 看起來可能有一個 熱帶性低壓發展的一個機會 但是它條件看起來沒有那麼好 就是TD 熱帶性低壓可能有機會 但是發展成颱風 相對是比較不容易 雖然第12號颱風紅豔才剛形成 但不是每一股擾動 都能從熱帶性低壓增強為颱風 環境條件取決於低壓強度 它要超過0以上代表是低壓 它如果小於0代表是高壓 所以這個數值要越高越好 那我們一般如果超過6以上 它整個環境就非常的有利颱風 甚至曲線圖顯示 從8月底到10月5號 太平洋低壓強度都在4到6的區間 過了10月上旬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颱風季節 進入尾聲才會趨緩 不過即便是今年一個接一個 颱風的生成數量也還在平均值 因為我們台灣大概 就算在西北太平洋 大概平均 大概有25 26個颱風 那最多的大概就7 8 9 那如果到8月截止 它的平均數值大概就是12個 連續三年已經是首見了 那如果今年還是如此 那的確它是一個百年裡面 難得一見的一個特殊現象 從2019年8月24號至今 颱風中心連4年過台灣而不入 卻造成了臨近國家災損新高 英國科學期刊 Natural指出 颱風形成數量較上個世紀 減少13% 頻率雖然降低 但威力卻勝於以往 我們有真正比較全球概括性的 這種颱風的整個監測系統 大概是在1970年以後 我們有了衛星 我們才有辦法涵蓋 所以過去到底發生了多少個颱風 我們並不清楚 但並不代表它的是錯的 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講 也有一個很好的價值 讓我們可以去重新的審視 我們的環境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 某一些的因素 造成了這一種颱風數的轉變 颱風來不來 會生成多少 影響放假事效 天候變遷不由人 盡快的適應 極端災害來臨時 才不會措手不及 TVB的新聞 朱光宏 葉玉甫 看不到 而受到這連颱風 跟午後雷震宇的影響 全台最大的增文水庫蓄水量 已經突破4億噸 蓄水率達到79.8% 接近8成滿了 這也讓台南地區的水晴燈號 轉為正常藍燈 不過增文水庫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渴 蓄南水局就期待說 剩下的一個月訓期 如果有颱風帶來雨量 年底一騎到座 就不再停灌 水晴警示可以真正接觸 全台最大的增文水庫負責 嘉南平原灌溉與民生產業供水 接連颱風和午後雷震宇加持下 水晴大進步 蓄水量破4億噸 蓄水率也來到79.8% 逼近8成滿 也讓台南水晴燈號轉為正常藍燈 從水利署的資料來看 北部寶山寶二水庫及中部鯉魚潭 湖山水庫等蓄水率都達百分之百 至於南部白河水庫達百分之八十三點九 烏山頭水庫百分之七十二點三 南化水庫則接近百分之百 全台用水趨於穩定 接連颱風下 南台灣水晴警示解除了嗎 台灣地區的南部即將進入苦水期 那過了九月 九月底以後 南部的降雨會逐漸的減少 那另外在明年春季 春雨是不是如期 還有這個梅雨是不是如期 都是我們要關注的地方 相較於2021年的話 過去兩年包含今年 這個台灣中南部的漁量 的確是比較偏少的一個情況 台大大七七教授尤正谷分析 颱風所帶來的降雨量多寡 跟颱風路徑有很大關係 從北部通過的颱風 通常帶來的降雨量最多 而從南部經過的颱風 降雨量通常較少 今年為止颱風的這個路徑 都不是會造成中南部好大雨的這種路徑 在中南部會造成中南部好大雨的颱風路徑 基本上它的颱風中心都會在花蓮 或是宜蘭地方附近登陸的這種颱風的路徑 才會在中南部會造成比較顯著的 這個颱風的降水 這幾波基本上在中南部是有貢獻 但是它跟過去的歷史的颱風來比的話 這些颱風對中南部降水的貢獻 還是相對有限 不過今年上半年 由於缺水 嘉南平原一騎坐二騎坐停灌 對農民衝擊大 但隨著台南地區水勤轉為藍燈 加上近幾次颱風和西南氣流帶來降雨 增文烏山頭水庫水量達標 讓嘉南平原明年一起坐正常公灌 我們今年實施全面解水停灌的一個措施 那目前增文烏山頭水庫的一個蓄水量 已經達到4.6億噸 嘉南平原明年一起坐恢復正常的一個公灌 明年的二期的部分仍需要看 依水勤來滾動的一個檢討 增文水庫水勤大逆轉 雖然暫時緩解抗旱壓力 但氣候變遷下 實在難以預料未來降雨狀況 還是要節約用水珍惜有限的水資源 TVBS新聞 年幼城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造成的降雨 往往比颱風本身還要嚴重 莫拉克颱風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西南氣流就像一條大水管 把南海印度洋的風沛水量都送過來 因為中央山脈攔截水汽 迎封面雨漆下個不停 台東恆春半島的雨漆會是最明顯的 由於現在西太平洋上同時有三個颱風 而三台共五加超級藍月 引發大潮的影響 有五縣市要嚴防好大雨 南部也要小心海水道管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防災科教館 現在記者要進去風雨體驗區 體驗颱風來的時候是什麼情況 走進風雨體驗室 大型風扇開始吹風 灑水頭的水打開模擬颱風天氣 人站都站不穩 水打在臉上模樣超狼狽 這樣的風雨體驗因為是在室內 所以我感到是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如果颱風來遇到這樣的強風暴雨 對生命一定會有嚴重的威脅 會造成很危險 所以提醒民眾不要塌塌 強風好雨造成招牌掉落 露宿倒塌危機四伏 招牌啦或者是我們的窗戶 記得要做個固定 那下大雨的時候非必要就不要外出 颱風它除了本身自己的暴風圈的影響以外 那它的外圍環流以及它可能行進路線 過了以後的西南氣流 都有可能給我們帶來豐沛的雨量 那如果我們是住在低洼地區的 或是土石流警戒區域的 那我們可能要及早做一個疏散的準備 根據過去颱風侵台的災損統計 真正造成災害的其實是降雨而非強風 尤其是西南氣流帶來的降雨 甚至比颱風本身的水氣還多 第二代我們用一個比較通俗的語言 就好像一個水溝 它過去以後當然會有很多空氣這樣引進來 颱風比較強 它勢力範圍比較大的話 尤其颱風走了以後 它這個後面帶進來的水氣也比較多 國內史上重大水災都跟西南氣流脫不了關係 1959年的八七水災 1981年的愛妮斯颱風 2004年敏都立颱風 還有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 莫拉克風災的案例 它雖然是從東部然後往西北方向 離霸風圈通過了臺灣 可是卻對中南部這個 自災性的降雨影響非常的大 造成非常多慘重的傷亡 南風吹了西南風 颱風逆時針旋轉 相互配合下常引進強盛的西南氣流 如果說有登陸的颱風 它在通過臺灣之後 它例如說要登陸福建 中國大陸一帶的時候 它這個時候如果旁邊沒有其他熱帶系統 然後西南季風也是一個很活躍的時期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帶著很長長的西南尾巴 然後會對臺灣地區造成一些 我們講颱風尾 這個就是西南季風或西南氣流的颱風尾 施拉颱風逐漸遠離但外圍環流為臺東地區帶來好大雨 兩天來累積雨量超過300毫米 氣象局持續發布好雨特報 橫河半島 台南高雄也有明顯雨勢 那這個颱風後續不會引進西南氣流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說 這個颱風目前是在一個大低壓的環流裡面 那這個大低壓的環流呢 它的西南季風會給其他後面的系統去接種 那例如說像海葵 還有像昨天晚上生成的第12號紅焰颱風 它就會去接手這個西南氣流 西南季風的位置 台風接力而來 帶來豐沛雨量解缺水之渴 但也希望不要發生嚴重災情 台北的高房價總是讓人望之卻步 在房價跟物價的推動之下 也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果 除了往新北買房 現在也有許多是往桃園或基隆 尤其基北北桃1200元通勤月票上路之後 桃園機場捷運A22站老街西站 也在7月通車 一連串都帶動了集結等 公共運輸工具量的成長 以這一間開放式的一個格局 其實在空間規劃上 因為現在 購物住勤都有很多空間的想法 明亮方正的格局 一整片落地窗加陽台 看出去就是公園 補景綠地 這間位在桃園青埔的房子 含車位全狀81坪 室內坪數35坪 總價落在3000萬出頭 這邊是我們置放冰箱的區域 這邊有我們烤箱跟這個水波路的空間 那這樣子的一個開放式 可以連接到我們 我們整個客廳的一個生活圈 除了屋況 細節機能也很到位 而在雙北與竹北高房價推動之下 像是這樣 平數大 價錢相對好入手的案子 已經吸引不少了跨區族群來購物 清埔從發展以來 多數都是雙北外溢的一個移入的人口 那近期有觀察到 有部分是這個竹科 那等於是北返來購買清埔這個特區 竹北目前因為它房價居高不下 加上目前清埔到新竹的一個通勤 以高鐵來講的話 大概15分鐘內可以到 除了本身地理位置的優勢之外 清埔這裡很大一個誘因 就是它的交通建設了 除了高速公路以外 我們看到了 包含了積結跟高鐵就在旁邊 這個也是吸引脫北者的一大誘因 作用桃園高鐵站 機場捷運以及空港三大優勢 桃園清埔成為發展核心 房價仍然低於雙北價位的 桃園龜山A7站區域 也因為掌握了交通力多 房市買賣案件 以及交易動數水漲船高 除了全方位的通勤優勢 再加上基北北桃 1220元通勤月票正式上路 小確幸再延伸 看看基北北桃四個縣市 在1200都會通 僅正式上限一個月的時間 四個地區的公共運輸搭乘人次 就已經突破了3000萬人次 加上桃園機場捷運 A22站老街西站 也在今年7月正式通車 也同步帶動了積結等公共運輸工具 運量的持續成長 台北市的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雖然說它是首都 就政治或者是經濟資源來講的都比較多 但是它的房價真的是高 其它區蠻多的 甚至都是其他幾度的可能兩倍到三倍 所以在這個房價的擠壓效果之下 會產生一個替代效應 就是買方或者是需要居住的人口 它會往台北市周邊的區域發展 第一站當然就是新北市 隨著新北市的價格也逐漸起來之後 就會移往桃園市 甚至基隆等等的這樣子一個區域發展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結構流動 在雙北高不可攀的房價之下 都會區人口持續外移 大量的首購族年輕人逐房價而居 脫北族首選地桃園人口持續成長 看看在2020年初 人口數突破225萬人口數之後 又在今年6月7號正式突破230萬人 目前桃園人口數已經占了全台灣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人口增加數以及增加率全都名列6度第一 在思考這個淨嶺綠色交通健康環境的狀況之下 我們政府能夠把大型的交通建設 跟我們土地發展做很好的鏈接 短期來看1200確實會造成好的效果 習慣的移轉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更多元的方式 以及結合土地發展 那這樣的話才能讓這個都會區更適合人居 當房價與交通不停催化 人口板塊也正在位移 脫北族的持續增加就是一大指標 體會新聞中的榮成文岳桃園採訪報導 全台目前放無薪假主要集中在製造業 原因在於外銷訂單 因為全球終端市場需求持續疲弱 3C產品賣場開學季促銷 買氣升溫 8月15是大學的放榜 所以現在一直到9月4號9月11是開學的旺季 所以以筆電還有Mac這個的銷量 我們跟去年同級筆來講都有兩位數的成長 回望過去一年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時起時落 因為去年有受到一些通膨 恶物戰爭 所以可能大家相對會對於未來前景的部分 消費者是有消費能力 但是消費意願相對薄弱 我們都加大促銷的力道 所以會讓消費者覺得說 其實沒有賣不出去的商品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開始寄到了3C產品還有小家電熱賣 台灣內需市場依然熱落 但外銷市場顯得冷清 外銷訂單連11個月呈現負成長 主力外銷產品資通信產品年減14.9%最多 進而影響到製造業 製造業亮紅燈 無形價實施人數再破萬 達到一萬兩千一百零五人 新增人數最大宗就是製造業 其中有兩家電子零組件廠商通報實施 我失業單位因為要避免之前勞工 可是他又確實因為受到景氣或疫情影響 沒有這麼多訂單 可以跟勞工約定實施 那原則上會以三個月為一個週期 就是約定方面也不宜過長這樣子 可能明確可能會跟勞工約定 大概我一個月或一週有可能會減少多少的工作時間 那工資原則上就是按比例去縮減 那但是要把握一個原則是 再怎麼縮減所寄給的工資 針對月薪的全時勞工 仍然不可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 兩家電子廠通報實施分別有五百五十人 兩百五十人 合計八百人 以每月修四五天實施 主要原因就是國外訂單減少 高科技的這個電子零組件 自通訊產品以及傳產的 譬如說像塑橡膠 石化 電機機械 他們的這個訂單呢 其實今年一到七月都是兩位數的年減 那訂單少了 當然就是說沒有開工的這個動機啦 所以說就會開始放起這個無薪價 勞動部表示 兩家電子廠並非龍頭級廠商 主要因為全球景氣急轉直下 終端需求疲弱 影響外銷出口 這兩家製造廠商受到衝擊 數個別情形 台灣大部分的企業 對員工都還是有一定的情感 他也不會隨意的去遣散員工嘛 他要去尊解成本 那當然有可能會動到他的人事成本 那無薪價呢 雖然他有一些這個 大家對他有一些負面的印象 但是我倒是覺得 其實無薪價也是一個這個短期的辦法 因為廠商他就是沒有營收進來 那他要負擔員工的薪水也是比較困難 同時 新北市勞動局針對違反勞基法的庫主開罰 共315家業者 主要原因是沒給付加班費 為一約給付工資 違法名單中又以製造業最多 前幾名都是以相關的製造業為主 那有包含像電子周邊 電腦周邊產品製造業 或者是光電半導體製造業 跟可能醫療器材製造業 對 那發生的狀況會是 可能因為他們受淡忘季影響 有時候到了忘季訂單比較多的時候 那為了消化這些訂單 那可能會讓勞工的加班時數 有超過法定的上限 製造業兩樣勤 有人放無薪價 有人超時加班 學者認為都跟成本控管有關 他的這個出口表現應收不理想 然後他的訂單也有限 那他產能雖然不用全開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已經在運作的產能 他希望進一步的管控成本 來避免這種虧損 來降低這種虧損 所以說當然是我們看到 他一方面放無薪價 那另外一方面 這個參與這個工廠產能的這部分的員工 反而希望他加班 那為什麼因為這樣子 就有利於他的成本管控 可以減少他的損失 經濟部統計處對8月訂單預估 仍是副成長 好消息是外銷訂單有望逐漸升溫 等庫存回歸健康水準 將依助外銷接單動能 讓製造業谷底反彈 TVBS新聞 陳友祥 往後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按照片 感谢观看